大家好,我是吉德 你们见过加速器吗? 超级巨大的那种 我刚发现我们工作室旁边竟然就有一个 不说了,这期视频我带大家直接进 上海光源 上海光源是中国大陆第一台 中能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 由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 共同投资建设 坐落在离我们工作室很近的张江科学城 是的,就在这个圆形建筑里 藏着一个可以制造各种光的加速器 我知道你很急 但在进去之前 请先允许我从宇宙学的角度切入 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原理 没有哪个高能物理学家 能拒绝拥有一个黑洞帮自己做实验 因为超大质量黑洞能够把各种粒子 比如说电子、中子、质子 加速到接近光速 也就是相对论速度 比如说这个我们提到过很多次的M87黑洞 它就有一条长达5000光年的相对论喷流尾巴 实际速度接近光速 视觉速度超过光速 而重点是 这条喷流尾巴会发射耀眼的X光 这就涉及到一个能用来建造上海光源的神奇现象 即高速运动的电子会从运动轨迹的切线方向 把一部分能量辐射出去 产生了X射线 科学家们把这种方式产生的辐射叫做同步辐射 X射线对很多领域的科学家都有用 而我们虽然还造不出黑洞 但我们可以把电子加速到相对论速度 而这就是我们身后的同步辐射光源干的事 整个光源可以简单分成四个部分 分别是一台150兆电子幅电子直线加速器 一台全能量增强器 一台周长432米的电子储存环 和分布四周的一堆光束线站 平时物理学家 化学家 生物学家们就待在这些线站里 利用高速电子射出来的各种光做实验 从大门走进来 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些线站 上次我发动态的时候 有很多观众说 每次来这里就意味着 每日每夜的做实验 累晕 这这么行呢 我们现在就抓一个幸运儿 让他放松一下 你好 你看起来不忙 有没有可能我在思考 行 那你能不能带我混进加速器内部 好的 我们这边 等等 所以这里面有辐射是吗 当然 但肯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怎么 你怕吗 怎么可能 哇 这个是我继火箭之后看到的 最令人心潮澎湃的东西 我也这样觉得 中间 这根细细的管道里面走的就是电子吗 对的 外面这个一圈一圈的环 就是磁铁 对的 我们储存环里面有 用于偏转的二级体 还有用于聚焦的四级体 以及具有色评矫正的六级体 感谢你的介绍 对不起 占用了你的工作时间 你不用道歉 拜拜 拜拜 接下来的问题是 电子甩出来的各种光 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比如 X射线 我们经常听到X光 可见光 无线电这些词 其实它们都是电磁波 差异就在于波长不一样 比如达到1000米波长的电磁波 被称为长波 它们穿透障碍的能力特别强 曾经被用来给潜艇之间通信 甚至能穿透地球的表面 研究地球物理学 往波普图密集的地方看 我们就可以找到波长极短 仅次于伽环射线的X光 因为波长太短 它可以穿过人体 让我们拍片子的时候看看骨头 也因为它的波长大概和晶体 内部原子之间的间距差不多 意味着我们也可以用它来观察 被做成晶体的蛋白质的结构 这里就是上海光源的 生物大分子晶体学线站 让我们进去看一下 大家看 在这里工作人员会拿出 已经提前制备好的蛋白质晶体 放进液氮储存罐里 一个罐子可以放20个盘 每个盘里又可以放16颗晶体 刚才工作人员放进去的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我的问题是 蛋白质晶体在哪里 蛋白质晶体就是在这个 针状位置的顶端部分 顶端部分有一个环 就可以把晶体给套住 给网住 给抓住 放进去之后 X射线会从这边进来 然后 这台机械臂会把晶体从储存罐里面 一个一个拿出来 放在这边的侧角头上面 用显微镜去看 注意 所有的操作都是全自动的 结果我们在外面的电脑屏幕上面看就行 这个就是刚刚针状 尖尖端的它的图片 然后这个棍状就是蛋白质晶体 然后那你知道为什么要用X光来照射蛋白质晶体吗 很简单呀 高中生物科就学过 蛋白质是由更小的氨基酸组成的 这氨基酸首先会占成一排 形成钛链 这一级结构 然后扭来扭去变成螺旋状或者叠起来什么的 形成二级结构 而这样简单的结构无法实现实际功能 真正的蛋白质一会儿螺旋一会儿折叠 形成更复杂的三级结构 最后那些大一点的蛋白质 还会把许多三级结构拼在一起 形成四级结构 你以为这就完了 蛋白质还会扭来扭去变成不同的形态 同一种蛋白质形成不同的构像 科学家研究到这里头都大了 如此小如此复杂 该怎么观察呢 普通显微镜依靠的是可见广 波长就比蛋白质大了几百倍 显然心不通 谁波长短的正正好 唯有X射线 就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小房间 研究人员已经通过利用X射线 发表了超过100篇CNS论文 2011到2020年续10年 发表论文总数 在全球130多条晶体学现站中排名第一 这几年关于病毒的蛋白质结构研究也很火 从2013年情流感 到爱博拉 新冠 这里的现站都研究过 为我国重大疾病防控事业做出了贡献 甚至针对癌症 中国第一个在美国上市的 自主研发的抗癌新药 则不替你 也在这个现站做的研究 当然 用X射线去看蛋白质也有问题 就是需要把蛋白质做成精细 那如果一种蛋白质 无法接近怎么办 很简单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 上海设施 也在张江科学城 就在这栋建筑的旁边 那边提供了观察蛋白质的 另外两种方案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热知识 从天上往下看 蛋白质设施的这些建筑 是一个问号 好 我身后的一个个小房间里 就提供了观察蛋白质的 第二种技术方案 冷冻电竞技术 现在就借着奇迹的时刻 不好意思在装修 看来我们这次没有缘分 实际上手操作了 还是讲讲原理吧 201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专门办给了三位 开发冷冻电竞的科学家 我们正好可以通过 这三位的工作 来理解这种比较昂贵的仪器 首先是雅克迪波士 我们知道 电子纤维镜的工作原理 是在内部绝对真空的环境中 用电子树去轰击药观察的东西 但蛋白质内部是有水分子的 它们溢出在真空环境中 液态水就会瞬间气化 如果我们和X射线的方法一样 把蛋白质冻成冰 冰又会在电子树的轰击中产生衍射 干扰最终的成像效果 雅克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抛弃常用的液氮 而是液态已完 对蛋白质进行瞬间冷冻 快到连让样品结晶的时间都没有 这就是冷冻电竞中 冷冻而自的由来 在此基础上 弗兰克开发出了一种图像处理技术 像给罪犯拍那种三视图照片一样 能把电竞拍摄的蛋白质 不同角度的2D图像 合成为三维结构模型 最后 亨德森于1990年终于成功利用电竞 合成出了一种磨蛋白的三维结构 时至今日 冷冻电竞技术经过不断完善升级 已经成为最主流的一种 观察蛋白质结构的方法 在结构生物学领域取得了诸多成果 如果说X射线线站给我的感觉是 机械臂加冷酷的管道 电竞是大冰箱 那么最后一处要探访的核磁共振 就是大罐子 运气不错 那边没有再装修 用X射线观察蛋白质 需要把蛋白质变成晶体 而电竞又需要冷冻 都有一定的破坏性 而这些核磁共振仪 可以帮我们看到蛋白质最自然的状态 只要把蛋白质制成这样的溶液 放进仪器 就可以看到核磁共振图谱 目前观察蛋白质结构的三大主流手段 X射线便宜 但需要制作晶体 冷冻电竞不需要晶体 可以观察那些难以解禁的大分子 可惜贵 核磁共振 可以在溶液里看到蛋白质最自然的状态 然而对大型蛋白的解析力有限 还有些计算生物学家 用AI去预测蛋白质结构 省事而遭事省事 但也需要实际观察的结果去验证 总之各种方法各有优劣 需要相互结合 最终才能得到最靠近真实世界的答案 而在这里 成年人不做选择 三种主流技术手段都提供给大家使用 如果你是学术用户 还可以免费 通过评审就好 如果不是实地去看 我是真没想到 离我们工作室这么近的地方 张江科学城里就有加速器 有冷冻电竞 有这么多实验设备 早知道我做蛋白质那期视频的时候就去拍了 当然 这期视频只提到电子在加速器里甩出来的各种光的其中一小部分 从X车线入手 讲了我更熟悉一点的蛋白质结构研究 而实际上 生命科学 材料科学 环境科学 地球科学 物理 化学等等各个领域研究 都需要用到同步辐射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研究做芯片 制药 考古 研发新材料 干一大堆事 2016年 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获批 才几年就做成了这个样子 我问了一下上海科创办的工作人员 到目前为止 包括光源在内的整个上海 以见在见和规划中的重大科技技术设施达到了20个 张江也正在加速建设全球规模最大 种类最全 功能最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集群 目标是做成国际科创中心 而且现在北京也正在建一个新的同步辐射光源 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这些东西越来越多 就感觉很兴奋跟看火箭一样 难道我是有什么巨物崇拜症吗 你们看 这个巨大的圆形鹦鹉罗杖建筑 看起来很科幻 但其实里面进行的每一个实验 又都跟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人类文明就这样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 一点点进步 这简直太有意思了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这期视频 那我只想说 更多 我还想要更多 我还想要更多